人手一台平板做筆記 这是台大机械系学生上学日常 更是不少毕业生挤破头都想进的梦幻科系 但未来相督恐怕得更下功夫 教育部公布113年大专院校招生名额 台大成大分别有3510个及2771个 比112学年略解29个及44个 其中台大机械工程学系足足少了50个名额 而成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 也从68人减少到53人 简招延然成为国立大学新趋势 那个数量会变少 所以会比较难考进来 就不要竞争 口是口说那些都好一点 要程度够好 程度到就能进来就该进来 就是如果不行 这样就本来就进不来 招子化下就怕国立大学的扩增名额 压缩私校生存空间 教育部下令113学年起 成大清大扬名交大 将减少原本的扩充名额 这校面临倒闭危机 但光靠国立大学相救 专家认为是本末导致 更赔上学生权益 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表示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攻击 已经功过于求了 让学生读了大学 读了研究所毕业 也未必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反而造成学历贬值 觉得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退场 全台大专院校多达148所 总招生名额远比学生数还要多 专家点出关键 如何让私校转型退场 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继续观众朋友 吴廷珍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